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yder 分享給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方舟寶可夢的冒險啦 上一集我們回到了島嶼地圖挑戰了來犯的巨大白龍Boss 並且順利收補到解決掉白龍之後登場的神獸 萊希拉姆 那麼今天我們又回到這個新地圖越來繼續探索啦 再來找看看這邊還有哪些沒抓到的寶可夢啦 沒錯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想再看更多的話 可以先忘記影片 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 恭喜影片的動態囉 走囉走囉 來去看一下有什麼寶可夢可以收服 喔等一下 前面有一隻 那個大菊花 以前叫大菊花啦 現在叫做大竹葵 我看到他我就只會想到小一小姐的大菊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不會攻擊我的大菊花 想要抓他欸 你們應該不會打他吧 我要先把他麻醉起來 來呦來呦 我要把你收服起來 瞧一小姐的大菊花 先把他麻醉 他麻醉量很高欸 麻醉量3.5K 非常的高 但是沒關係 先抓再說 這隻也是在我們島嶼地圖當中我沒有看過的 對 沒想到來到這邊就可以遇得到啊 非常的棒 那我的保鏢他們不會輕舉妄動喔 不然一個不小心把他殺掉就麻煩了 再一槍 有了 有了 來吧 成我的寶可夢吧 搜捕你 等於說這張地圖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之前沒有遇過的寶可夢 真的抓的超開心的 沒關係 我們慢慢丟 最近真的是瘋狂抓寶可夢 因為RID玩豬版最近也是在抓神獸的環節 有了 有了 終於抓到了 我們的大菊花 哈哈哈哈 喬伊小姐的大菊花 哈哈哈哈 哇 那這樣我們金銀版的御三家都抓到了欸 因為很多觀眾都在問說有沒有其他的御三家 我只能說並不齊全阿 反正第一世代第二世代是一定有的嘛 但是沒關係 有想要的我就抓 沒有錯 走啦走啦 兩位 一開始就讓我抓到想抓的 欸 你在曬日光浴啊 哈哈哈哈 直接躺在這邊曬日光浴 剛剛那聲雷聲怎麼回事 他還打寶可夢嗎 他幹掉了一隻阿伯怪阿 你幹嘛欺負人家 走走走走走 跟我走跟我走 跟我走 還有什麼可以抓的 如果說真的都探索完了 我可能就要回去了喔 回到我們的島嶼地圖 還有什麼可以抓的 我主要還是會抓我在島嶼地圖當中沒看過的 如果說像布里卡龍那種 我們很常見的我就不會特別抓 對 沒有錯 這邊 這個也都是抓過的 好喔 我們繞一下吧 這隻好大隻喔 這個是牛嗎 氣囊蟲 好可愛喔 我以為這是牛欸 結果不是 太可愛了 不要管他 他沒有攻擊性就不用管他了 我們再到處晃晃 等一下等一下 對面 對面感覺好酷喔 我想去看一下 來來來來 跟我走跟我走 我們騎傑克羅姆過去 那萊希拉姆應該會跟上來吧 有嗎 有有有跟上來跟上來 我們直接飛到對面去看一下 感覺很帥欸這裡 很像會有什麼飛龍會出現的地形 哇哇哇 前面異常的兇猛喔 那寶可夢都在打架是不是 我們找個地方降落一下 喔有怪力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怪力了 我要抓我要抓 你們等我 你們等我 我們先把他追怪力 唉呦我要收補你 收補你 唉呦危險危險危險 怪力追過來了 呦呼 這裡超熱鬧的啦 大眼蛇怪力 尼多王 還有噴火龍 各種欸 先抓了先抓了 等一下我們再往裡面探索 看還有什麼可以說服 哇哇哇 極戰極戰 怪力跑了 怪力跑了 他被麻醉了 不要走 2.6K 還有豪力 我看到豪力在那邊 豪力在追著噴火龍 海邊追逐 太可愛了吧 先抓再說 來吧怪力 中 哎呦 38% 差一點差一點 豪力我們就不特別抓了啦 我們抓怪力優先 我也忘記怪力我在第一季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了欸 因為第二季我是沒遇過怪力啊 我們就說服他吧 有了有了 順利抓到 來看一下這附近 穿山王 尼多王 這些都有了 還有卡拉卡拉欸 我有沒有抓過卡拉卡拉啊 忘記了沒關係 先麻醉吧 你看超可愛的 後面在吵什麼啦 尼多王 尼多王在跟誰打架 尼多王在跟艾比狼 以前叫艾比狼 現在叫快拳狼 他們在互扁欸 吃我一技上勾拳 不管他們 那邊在互扁 啊快拳狼跑掉了 他在投命 快跑快跑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好熱鬧喔 一下兩下 中 耶 抓到了抓到了 這也太high了啦 我們我們先走吧 走走走走 等一下 卡拉卡拉也抓起來好了 欸不要不要 欸你們兩個 直接把卡拉卡拉噴死 然後旁邊大岩蛇也遭殃了 欸你們真的是 太近了太近了 不管了 我們就進去吧 這邊很多都抓過了 只不過這裡也太酷了吧 你看 上面就有飛龍 我可以勾引他嗎 應該打得贏他吧 9.1K劇毒飛龍 我想勾引他 然後派我們的黑白雙龍去幹掉他們看看 看有沒有辦法 欸不見了 想說看有沒有辦法 吹口哨直接去指定攻擊的說 好吧算了 我們再看一下 哎唷前面他什麼 沙齒龍 可以喔 沙齒龍在跟 暴飛龍打 我們過去幫忙 我們過去幫忙 說是幫忙 但是其實是過去搗亂 哈哈哈哈 去幹掉沙齒龍 黑白雙龍出擊 秒掉 太帥了 直接秒欸 太猛了太猛了 走走走走 既然殺死龍都可以輕易的被秒殺 但是巨毒飛龍應該不算什麼吧 對啊 哎唷前面有嘎啦嘎啦 等一下 等一下你們兩個停下來 等一下 我想要說服嘎啦嘎啦 剛才不小心殺死一隻 直接把他們帶走 耶 這隻我要了 來吧來吧 成為我的Pokemon 有了 水啦 那我們可以來去勾引一下那個巨毒飛龍 直接飛上來 巨毒飛龍 唉唷這邊超多飛龍的欸 應該不只巨毒喔 有閃電 巨毒 感覺都有 感覺都有 上把來希拉姆 解決到他 呼呼 直接秒 這邊我們是可以直接佔領地盤的是不是 哇大亂鬥 下面有大亂鬥 龍群亂鬥 我也來 我也來參戰 直接電 這邊只是一些普通的方舟龍 我們這兩隻可是神獸等級的呢 不是開玩笑的 唉唷還有螳螂 電影下四萬多 超猛 神法降臨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前面有一隻化石翼龍 閃電飛龍在追擊他 快點去幹掉他 幹掉閃電飛龍 我們救了化石翼龍一命 好險沒有連化石翼龍一起幹掉 哈哈哈哈 走吧走吧 我們再往裡面看一下 走走走 往上走 雖然用飛的比較快 但是用走的才有冒險的感覺嘛 是不是 直接噴出來 直接噴出來 喔我們的萊希拉姆 直接被冰住 快點救他 捷克羅姆 哇 哇 這一隻 剛剛那隻摸什麼東西 直接噴出來 然後把萊希拉姆冰住欸 太猛了吧 哇 好玩好玩 這裡很酷喔 我一直有聽到一種轟名聲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欸 是走這邊嗎 看一下看一下 喔 這邊該不會是個火山口吧 欸真的欸 是一個火山口欸 等一下 這邊有什麼嗎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 底下咧 不知道不知道我們下去看一下 你們兩個跟我走 保護我保護我 這裡有什麼寶可夢嗎 唉唷 他說有傳說寶可夢出現在這裡 喔在那邊啊 火焰鳥嗎 他幾等啊 欸他殘血了欸 他殘血了我覺得我有機會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飛過去 我們飛過去 他殘血了我覺得我有機會去說服他 你們在那邊等我 在那邊等我哈 我遠遠的射 因為我胖丁帶回島嶼地圖 我沒有帶胖丁出來啊 欸有了有了打到他打到他了 來來來來來 火焰鳥 危險危險 喔真的是火焰鳥欸 哇好久不見了 哈哈 哇好帥喔 雖然我沒有帶胖丁出門 但是我一樣可以跟你慢慢耗 嘿嘿 他好像打不太到我欸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我們就慢慢麻醉他 嘿嘿 哎呀呀 欸欸欸他打到我打到我了 欸可是好像不痛欸 他打我不痛他打我不痛 可以可以可以 趁他虛弱 趕快麻醉他 快了96.2 96.6 我要麻醉你火焰鳥 他的那個 頭罐跟鮪魚是黑色的欸 超帥的 欸有了有了有了 睡著了睡著了 嗚呼 這邊說服他應該OK吧 會不會掉下去太危險啊 不管了我們先試試看 欸可以可以 有%數嗎 0% 好沒關係我們為他吃藥 來囉來囉 有了 我們抓到了 火焰鳥 哇這一隻你們看 你看他的那個頭罐還有鮪魚的部分 是整個黑色的欸 超帥的 睽違多年 因為我們在第二季的時候 三生鳥就唯獨插這一隻 太帥了 終於 就把你帶回來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今天收穫豐富啊 那不知道另外兩隻三生鳥會不會出現在這邊 我們也可以來去找找看 那如果說各位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幫影片點個喜歡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了來了 直接變成燕白球雷姆 沒有錯 那要分開呢 也非常簡單 直接一樣用這個基因之蟹 他就會分開了 變回來吧 變回一般的樣子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他跟捷克羅姆的融合 就算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